记者沈佩聊台北报道,台北市中山警分局观景涉及体包庇色情业者,台北市长柯文哲不但传出主动举报,还要求棒到底,但柯市府随即大放送上千只小工给各大警分局,由于奖励标准低,且工奖数额惊人。 外界质疑是否是极有免费取奖,一方面叫警察卖命,在勇惠而不费的工奖收买警察,质疑是柯批选前政策买票。 柯文哲今天上午受访时解释,当初推动邻里交通改善计划就有订定奖励办法,并强调,去年2017年是台北市车祸死亡人数过去20年来最低,且有实施的理, 车祸减少47%,显见计划有效,所以该处罚就处罚,该奖赏就奖赏。 据估计,全市14个分局,小工将超过上千只,上至分局长,下至景秦区远景通通有奖,凡是被驱工作,或邻里办公室评定计效改善达80%以上的观景,每人至少一只小工,甚至一大工的奖励。